新闻最后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星期二说 对台湾渔民遭射杀事件的调查基本完结 阿基诺还说 在与邻国关系日益紧张之际 菲律宾有能力在领土纠纷问题上保卫领土 有关详情 下面请看报道 阿基诺星期二出席菲律宾海军建军周年纪念日 在甲米地举行的活动 针对台湾渔民遭射杀这一事件 阿基诺说 他们还在等待台湾方面的批准 才能在台湾调查受害者船只的情况 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局长说 除了对出事船只进行直接检查之外 他们已经完成了其他调查工作 我们只是在等待台湾 批准我们的调查队到那里亲眼检查这艘船 以便完成全面调查 阿基诺还说 菲律宾愿意讨论台湾所要求的渔业协议 但是只能在外交问题解决之后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5月8号 在菲律宾以北的海域打死了一名台湾渔民 菲律宾方面称 台湾渔船试图撞击他们的军舰 做出射击行为是出于自卫 台湾方面随后召回了驻菲律宾的外交代表 并且对菲律宾采取制裁 阿基诺还表示 菲律宾正在通过购买更多的巡逻艇和监控设备 来加强军队现代化 为了实现我们的治国规划 我们要告诉全世界 属于我们的就是我们的 这就是为什么当不速之客进入我们的后院时 我们必须保护自己 我们要让菲律宾人无论身在世界何处都有安全感 根据阿基诺去年签署的军队现代化法案 菲律宾今年准备购买的军事设备 包括了三艘具有多种用途的攻击艇 发亮两栖突击载具 护卫舰和具有反潜艇作战能力的直升机 以及一些通讯设备 美国之音 VOA卫视报道